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原因就是说我能吸引中间选民 我能吸引独立选民 我能吸引一些甚至中间选民当中的偏左的一些选民 那他就差说了一句共和党需要我这样的人 所以他说等到最后的时候你就看到 我的存在是超过川普的 而川普呢不能战胜拜登 他就说这么个理由 这个理由是很荒谬的一种理由 就是他已经知道完全赢不了南卡的时候 他还要坚持走下去 谁给他钱 对不对 这个在刚刚川普发表声明之后呢 有了一种撕裂跟重新站队的东西 有些人还给了他钱 他拿到了四百多万 但有些人呢就退出了 我们举一个例子说得用多少钱 德桑迪斯在爱荷华大概用了一千五百万 他为了拿下在爱荷华拿下来 最终他没有拿下来 所以这那四百多万够干嘛的 那这样的话同时牵扯到共和党的很大经历 那现在整个全社会的一切中心呢 都把这个川普当成一个正常的获选人 所以其实呢 黑力将面临的最大的问题就是 他将失去媒体的热点 就是他将失去存在的价值 当如果媒体走到这份上的时候 比如说包括左派的媒体 主流媒体也不希望他在掺和的时候 那他就自然就被冷落了 我给你举个例子 与拜登等同竞选的 还有两个还有两个人在民主党境内 我们很少看到他 对不对 我们看到的是小龙 小肯尼迪 那小肯尼迪有了他背景资料 有他摆脱民主党的那个背景 和他的家族的背景 那以及他本身的他的影响度 他本身就是一个比较争议的人 所以这样的话 他又能够吸引中间选民 也就说他总是有他存在的立足点 那黑力这么讲的话 就没有任何存在立足点 所以当如果你可以默默竞选 这不是问题 但是如果你不能够在媒体上出现的话 在环境出现的话 你就没有存在价值 你拿来的竞选资金不就是告知天下吗 对吧 那川普告知天下是透过法律 那些人老想整他骂他 那是主动的整他 那你黑力不具备这一点 所以我愿意把它看成就是 黑力将会看到随时完结 而他的完结的本身是被社会抛弃 那他自己是在南卡出生的他家乡 当时我没必要拿下南卡的时候 其实他已经输了 他已经输了 而且呢 这个叫什么 语不惊人凶死人 语不惊人吓死人 他用这样的话想刺激 给我感觉刺激媒体对他关注 否则没有任何意义 这个东西 那人们就像我们做这期节目 我就说 你拿不下南卡你没什么样 这就叫媒体效应 对不对 就认为他会有什么新鲜的东西 所以我想从福克斯的本身 也有这个问题本身的出现 这是蛮特别的 我就跟大家介绍背景 同时在川普在南卡领先他26% 而60%的共和党人认为呢 即使川普背叛有罪 他们都无所谓 都不在乎 那不就 这不就成了成了这个 黑力完全是成了川普的陪陈人 那川普呢 而黑力本想让川普成为他的陪陈人 现在很显然就反了 因为媒体的效应 跟社交媒体的那种基点是这样 所以这就是 这个职业女人 职业精英的女士们 太执着自己了 就是太爱自己了 太爱自己的出的事 我觉得就是太爱自己了 最新民调川普领先26% 这是华盛顿邮报做的 58%的该州的共和党人认为 在24号这天支持川普 58% 那就比重很大 那黑力得到了32%的支持 那中间还有10% 对吧 黑力增加了14点 这东西没有任何意义 真的没有任何意义 所以这是他从民调的角度上讲述的 然后里面稍微讲了一点点细节 那他讲说 如果在南卡被川普大打的话 应该会完全毁掉他 苦苦挣扎 没错 他现在退出 就是找个台阶下退出 比什么都强 大家要知道 他这段发言 是本在1月21号 1月31号 应该在加州 有一个募捐会 对不起 在纽约市 有一个募捐的晚会 一个嘎啦 今天是2月1号 没有任何人提那个捐款会议 所以应该讲他完了 对吧 那如果你想吧 如果那昨天晚上 如果我们新闻中都没有想到过 他会有钱 会有他这个事情 忘了 那如果他挣钱的话 说当天晚上给了他500万 你看看新闻怎么报 如果当天晚上干脆回家喝粥了 他在外面买了个热狗 我猜 那就热狗 热狗也能上新门 他没敢买热狗 是吧 所以我想这是关键关键的所谈 已经很显然 捐款人抛弃了他 应该他离开呢 离开仅仅是一个时间的问题 他都讲说 在促选领域中 川普为什么要领先 里面就提到说 在去年九月份的时候 川普就远远超过他 然后呢 到了一月份 他就回忆了整个故事 那离分数最小的时候呢 是差了11% 这应该是讲在这个 讲在这个新汉部事 然后下一周在内华达 内华达黑力干脆就没有资格进入内华达 所以他里面陈述就是一个 我想就是一个很简单的陈述 因为这个中间没有秘密 那比较有趣 就62%人认为 如果川普被定罪的话 他们依然投他的票 这是不得了 对吧 就这是川普的铁粉 那在南卡88%的人说 如果有被定罪的话 依然投他票 那他应该继续投票 就是88%的人认为 如果川普被定罪 他要继续干下去 90%人投票给他 那么就那就下 对不对 所以当你强调说 我拥有中间选民的时候 他中间选民最大特点是什么 不确定 他不是铁粉 对不对 今天可以跟你吃面条 明天可以跟你喝粥 第二天再过一天 把蛋糕就可以蹭你脸上 这就是中间选民 因为 so what 我觉得你还行 我觉得你不错 今天怎么这得 这就叫中间选民 对不对 所以这就是我们看到 他里面讲述的故事背景是这样 所以就他的意味呢 什么意思呢 黑利退选 值日可淡 一定是1月31号 那件事情没做成 那福克斯的人追问他 那他呢 应该没有太明确答复 而是表示不放弃 仅此而已 2月5号天 应该还有一个机会 还有一个吃饭的时间 但我们看看 现在看起来 不一定乐观 感谢朋友们的支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